卡莎最后也是锁下来 那看一下这把两边中单算是互换的英雄 香克斯能不能在前期去拿到线权 可以让可可可有更多的空间 同样就是AL下路 卡莎加瑞尔他在前期是要尝试去进攻的 面对炸弹人跟泰坦的组合 但是很难进攻 就是这个问题 对吧 就你这两个英雄要进攻有的时候还会被电源反打 对 可以来到上半步 阿乐这时候视野看到了 应该是能走 阿斌这个位置没有那么好跟 来 交闪吗 这个位置应该要交闪了 不交 扛住 绝对伤害不够 有线 下路一铁住是直接踩到了 Q竟然再接一个晕眩 五层电将打出 跟伞 最后一下平AA的出去 W没有中 平A距离不够 放手 给一个Q 最后一铁是被 拿走了 卡尔也是没有想象的 小薇也在后面 太可惜了 因为他自己也不好走 是的 艾尔可回去直线 这个人头是准备交给猪妹的 猪妹也不拖沓 直接Q3 稳定的拿人头 踩到了吗 嗯 是找到了 但就是兵线比较多 看一下下路这波回放啊 应该是朝里面直接大丢出来 抓你一个补兵的moment 然后他过来直接去打AD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距离确实好像平A不了 对 A不到了已经 他只能是通过W收尾 要不然就是 前面不到有没有站到W 散平A 这种是可能比较稳的 对吧 嗯 而且艾尔可这把还蛮强势的 他第一件是做了海克斯发电机 他没有先做仪式章节 看中路这里 哦 完成了一波单杀 也单 中路这边也是压到20刀 哎哎哎 要来动阿乐 阿乐选择往下方跑 因为队友正在赶 万联天尔以第一时间对你的兵 但兵也推得晕了一个 这时候阿乐的血量 掉得比较慢 但是右边跟过来一个 终于是奈特拿到一个大招杀掉 但是小炮也是收了两颗人头 就不会吃了 因为小局这种打虫是 大哥率要给人家做加一了 哎 奥子里是把Cale勾下来了 要O1 虚弱套得比较晚 这时候给了一个减速 OVERA不到了 而且他自己刚刚还把屏障开了 走位扭大招 给的很及时 挺到位的 对 他扣了非常久 查了怎么不太久 他把阿斌跟威上也都电晕 然后Coco赶过来 圣哥也是直接爆炸火花 直接踩点在打的 在两小局都可以看出来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准备再来一次 右边到了阿乐 阿乐这波是没闪现了 控制链直接拉满 是的 这波刚好还是个大纳尔 直接纳尔推墙上 但可惜刚刚上一波 三打三 我觉得算是立功的阿乐 现在有点被针对 中路Q3没有中 但能溢回去 这场被爆炸火花 按钩一下 但是奈特这波也没有技能上了 但对于AL来说 就只有一个思路 就是保护好香克斯 对 香克斯现在是重点 ELF过来 在一个人在右边 想要拦住Cale跟Coco 但自己闪现先躲Q Cale想先配合Coco来杀他吗 闪现给技能 但是W没有中 有三的那个电箱 那后面D先也不敢飞 先确定对面是打 正面是打得赢的 再选择跟进 这两边都还是军事 从第一波也是21分步 从马上要升 两边上半步要来打一波 2V2 这边是翠晨叫出 小菊 大招没有甩到 只给到减速 阿斌看起来这个位置 确实也不好上 但他中期其实是很有限的 对 他就是不打架可以 这里电晕一波第二波的晕眩 被贴脸了 一个Q也中 下路这里也找到一波二打一个机会 L可没有闪 那这波只要伤害都给到的话 击杀是板上钉钉 这波防御塔终究还是锁不对 带了回家没有回好 大招赶紧走 又是两个塔吗 又来快速的想用炸弹人拆塔 这时候KEL看不出了 先去解开 卡叉直接飞进来 在塔下的一个灰扛 扛得住吗 还有一千点血扛住了 走出来那台 开始一一的回成一个Q3 把KEL杀了以后 代理用大招离场 这男人冲不看回头 封城绝念展 直接作为了退场动作 但主要正面 这个虚弱挂得很及时 阿勒这一波AOE 没有打得特别满 我原本以为他中美 一定出不来 是的 也是散现Q 但勾了一下墙 后续HOP还A不出来 前面还有一个草丛 但是这里是没有防御塔 可以尝试追一下 下一个Q现在应该要好了 短了一点点 NAT这里会被找到吗 一个虚空所敌 阿勒隔墙Q一下 打断了 艾琳飞进去 那NAT也走不掉 这波最终还是追死了两个人 相克思很重要 但刚刚经济面 我们说以花掉的经济面来说 AOE这波领先的比例还可以 有点小优吧 嗯 Bio就是先站住了河道 他被Poke的很难受 团前一直在互相Poke 要不要去换一下中二塔 龙不要了 加上有大招 要不要牵下线 确实觉得卡不过去 所以AOE选择直接压中内塔 交了两个TP 一个TP往左边 这个位置可能会被包下来的 是一个怒气 已经变大的一个阿兵 阿兵看到这个位置 队友还没到 也不敢直接在这个爱口留住 安全的交一个大招 阿勒也是放了一个保护性的一个大招 现在双方都是 边线 留着上单在吃 正面已经开始起 大龙去的一个饰演 可以有这里被开选的大招 自己反弃一波伤害散现出来 但是被风轮全面斩了一下 在一个特决地狱火爆的伤害不够 那他已经一只鞋 拉到非常远的位置 但Ao Ao这个绝对还是过了 做了挺果断 第一他有 众多得高 阿勒困难找到一个视野区 空区直接去电弹 就被秒掉了 后盘拿到了这颗人头 应该就是隔了这道墙 阿勒判断了一个时间点 阿勒困难其实还是想打 跳也就藏起来 很想读出来 直接吸到了三个 但都是前排 这个时候 反手奈儿进去推 推到了一个阿勒 干锅吃了以后可以行走吗 但是奈儿已经配合了炸弹人 清扫掉了两个人 证明阿勒还有血手 Kroko这边被黏住了 下一发这个 虽然猜错往下走 但是上方还有个小薇在等他 小薇的狂兔已经开始回血 这个位置Kroko也是一个死局 这波虽然是靠着阿勒 找到了一波奈儿的一个机会 完成了一波击杀 但是大龙最终 感觉是要掌握在BLG手上了 前排很多 他只要往前排那边丢就行了 我们刚刚可能在看回放的过程中 下路这里 现实又找到一个机会 把奈儿这个大招给逼了出来 现在永恩没有大招 阿勒有TP没闪现 怒气其实已经变大了 直接踢到龙坑里面 这条龙是L的一个听牌龙 3000多的一个龙血量 正面还有一个小菊 也顶在这个位置 最后龙是Kroko的 但正面要被开 空气地鼓要炸过来 Kroko开起一个鸟队 KL先倒 Kroko自己的血量 也不是很健康 BLG还想要更多吗 这个位置草丛里面没有视野 阿勒找到一个反手 只大到一个昂 但昂倒架了 反手也没有钩 只能靠威来留人 阿勒开始了一个金身 那在这个位置 在和他金身结束想 杀开了一个一技能上去 那为什么摸一摸二塔了 中下两个二塔 都血淘都是空的 对 下路内塔跟中路内塔 都是黑掉的一个情况 Kroko过去 承接线被竹妹甩大 然后吃勾 吃了一堆技能 靠着自己的鸟针跟救赎 把血量给稳住 阿勒这个位置的反打的思想 就是对面没有这个草丛的视野 对吧 有可能一股脑的想往这个草里面走 但BLG明显的是没有提防到这件事 有再回个头 哇 后面TP了 凯南没有闪现 那这里看一下想找谁 阿勒这个位置没闪的 正面阿勒其实没有TP 感觉阿勒被找到了 直接给到了一个shut down 阿勒拿到了这个人头 位这里也是被霍奔疯狂追的点 身上只有红BUFF黏住了 再打一套电疆 最终是三套的伤害 霍奔也拿到了这个人头 虽然没有急杀掉 连闪现都没有打出来 但是拿到了一轮视野拳 只要打到了他回程的这个timing 或许会不需要带闪现一钩 勾到了HOPE 冲城绝电斩 在把人一直在击飞 HOPE直接原地飞 阿勒给击杀 正面阿勒虽然垫了一波 开启自己的金身 小区顶在前方 斩了一个Q3 CROCO回头 那Shakes远才拿到这个伤害 跳起来 往前聚取点 爆炸火花杀掉的话 应该是可以再刷新一个W Shakes还想要操作 但自己吃了一勾 Shakes一直在被CROCO给奶 给盾 再往前跳 还要再找机会吗 阿易敏也能过来给亚莉 正面直接跟Shakes 但Shakes杀明显更高 已经被打散了 威杀出去闪现Q 没有Q到人 但是这时候 Elke也过来帮忙 被炸到了龙魂里 Shakes的血量下得比较低 但是又给了一个中毒的 光量护盾 在最后被给Elke精准的Q界 拿到人头 正面想吃果子回甜血 但最后又跟阿勒进行了一个换 Elke在这一波 成功守住了龙魂 提下来的是复活的一个Night 阿兵这边也准备变大 K.O.是满血在正面 在整队友 但HOP.还比较远 准备要到了 但这个龙一千多 但K.O.这里被阿兵给找到 最后龙是谁的 19点前的龙被HOP.给点下来 奈仑在龙坑里面Q站上去 但是有猎手本能飞上来 但是A.O.在旁边 勾了一下 但是没有输出位在 B.O.局知道不能打 只能撤退 A.O.知道这波 但是大龙坑前面的人 不能被留住了 A.O.直接勾K.O.K.O. B.O.局有点难走 他有闪现闪过去才吃到E. 那没问题 但没有打野了 现在B.O.局可以选择去动龙 小V先往前一波 抢掉了这个红BUFF 对于能走吗 兵哥来掩护一下 B.O.局的人全部人 给带掉 但还是这个血量还是很容易 一个大兵炸了 确实 直接炸掉 上路队那也是把线送过来 虚空手机锁到了炸弹人 那这是一个AB6派的卡扇 现在也是Poke一下 朱德里很肉 第一波 一千点血都没有打掉 准备要出身 两边的上单第一时间 都还没过来 场上的十个闪现全都在 这是一波终极大战 但是B.O.局准备的是去留人 三个C.V要去拆塔了 小V 没有第一些球果下去Q下去 但是没有抢到 看看野辅两个人能撑多久 中路的水晶马上就要告破 是的 A.这边也还在撑 这边已经有人开始如回尘了 B.O.局这波明显是拆不掉的 上路的阿乐是单防住了一个阿B 但人能走吗 直接亮几天 而且再次一个Q就要被进 远古龙的斩杀 后面跟过来 感觉有点不好走了 有一个极限操权的移速过去 没有问题 然后正面 朱妹跟泰坦两个 除野没有伤害的复活 昂跟 威想断兵线 但是这边昂已经是被留住了 威也进不去 兵线顶进来的话 那游戏就要结束了 是的 三个CV复活了之后 面对对面 五个人状态都很买 还有袁波龙的情况下 也是不可能手下这个水晶的 让我们恭喜L 这波应该就直接硬点就行了 人应该是来不及杀了 恭喜L 第二小区追回一比 好 月亮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